欢迎大家收看亚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卡塔尔、维斯塔潘获胜、汉密尔顿和罗素相撞 被自己的队友撞倒了 梅塞德斯明星互相指责在卡塔尔发生的撞车事件 拜登恢复美国领导地位的承诺 受到新一轮海外战争的考验 加州禁止种姓歧视法案的倡导者对否决感到心碎 卢伟和柯丽花印度赢得第一场比赛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在卡塔尔、维斯塔潘获胜 汉密尔顿和罗素相撞 英国独立报 乔治、拉塞尔在卡塔尔大奖赛开始时与刘易斯 汉密尔顿发生碰撞后表达了他的愤怒 事故发生时 汉密尔顿试图从外侧超越拉塞尔 结果发生了碰撞 汉密尔顿最终滑入沙里中 拉塞尔在事故后恢复并最终获得第四名 汉密尔顿最初责怪拉塞尔造成了事故 但后来承认权责 并向他的车队和拉塞尔道歉 尽管发生了碰撞 汉密尔顿表示他与拉塞尔的关系并未破裂 他们将继续前进 马克思、维斯塔潘赢得了比赛 获得了本赛季的第14场胜利 被自己的队友撞倒了 梅塞德斯明星互相指责在卡塔尔发生的撞车事件 澳洲ABC 刘易斯、汉密尔顿对卡塔尔大奖赛首圈 与梅塞德斯队友乔治 拉塞尔的碰撞负起了责任 汉密尔顿最初责怪拉塞尔造成了事故 但后来承认在当时的紧张氛围下 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两位车手在前一场日本比赛中 也发生了一次冲突 汉密尔顿将拉塞尔推出赛道 尽管发生碰撞 拉塞尔设法穿越车队 在第四名完赛 而马克思、维斯塔潘获得胜利 奥斯卡、皮亚斯特里获得第二名 兰多、诺里斯获得第三名 拜登恢复美国领导地位的承诺 受到新一轮海外战争的考验 CNN 乔·拜登总统同时面临着两个国际危机 以色列、加沙冲突和乌克兰持续战争 都需要做出回应 拜登承诺对以色列提供奸如磐石 坚定不移的支持 并承诺援助正在途中 但是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的抵制日益增长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支持率从5月的46%下降到现在的41% 美国政府还在努力解决 如何通过国会为乌克兰获得资金的问题 因为共和党人已经从一项政府资金法案中 削减了数十亿美元 此外 众议院目前没有议长 这引发了关于是否能够通过新的援助法案 支持以色列的问题 这种情况凸显了拜登总统 在国内外领导的挑战 虽然拜登和他的助手 对以色列突然爆发的暴力事件感到意外 但他们已经意识到 加沙和西岸的紧张局势正在上升 拜登政府曾希望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 斡旋达成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 这可能会为中东带来稳定 但这场冲突使这一目标变得更加困难 加州禁止种姓歧视法案的倡导者对否决感到心碎 路透社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 纽森否决了一项旨在禁止种姓歧视的法案 令倡导者心碎 该法案已经通过了州立法机构的审议 并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全州范围内的此类法律 该法案的反对者欢迎纽森的否决 并表示这样可以避免对南亚和印度教社区的污名化 纽森以现有法律已经禁止了祖先歧视为由 否决了该法案 美国的歧视法律禁止祖先歧视 但并未明确禁止种姓制度 卢伟和柯丽花 印度赢得第一场比赛 悉尼先驱晨暴 澳大利亚在世界杯首场比赛中 希望祭拜印度的希望破灭了 当时澳大利亚的Wiki Keeper Alex Carey 调了印度队长Girard Colley的一个接球 当时Colley还没有得分 印度队在追逐澳大利亚199分的总分时 陷入困境 只有20分之4 然而 Carrie和Mitch Marsh都向接球冲去 Carrie的存在可能让Marsh分心 导致接球失败 Colley最终得到了85分 并与KL Rahul携手打出了165分的合作 Rahul以为被击败的97分结束了比赛 并以一记6分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长Pat Cummins 澳大利亚的199分远低于标准 但比赛条件艰难 他们的击球阵容在面对印度的旋转球手时难以自由得分 如果澳大利亚希望在未来的比赛中取得成功 他们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策略和方法 汤家已胜利结束对罗马尼亚的橄榄球世界杯比赛 美联社 汤家在他们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中以45比24战胜罗马尼亚 结束了他们的橄榄球世界杯征程 两支球队在小组赛中都与实力更强的球队对抗时遇到了困难 但他们在一场更加平衡的比赛中展示了自己的技巧 汤家队早早取得领先 尽管罗马尼亚反击 但汤家队更灵活的后卫在最后一个季度再进三次尝试 确保了胜利 通过这场胜利 汤家队在橄榄球世界杯历史上取得了最高分和最大差距 罗马尼亚在B组中排名垫底 驱魔人 信徒以2720万美元的开花票房夺得冠军 美联社 驱魔人 信徒在首映周末在北美票房大占优势 获得了2720万美元的收入 这部恐怖电影是恶魔系列的复活 几天内就几乎赚回了据报道的3000万美元的预算 然而 考虑到环球影业和布拉姆豪斯制片公司 以4亿美元购买了新三部曲的版权 呆天的表现被认为是不尽人意的 上周的冠军电影汪汪对立大功 电影版以1180万美元位居第二 紧随其后的是电锯金魂X以820万美元的票房 驱魔人 信徒在影庭界获得了差评 但在票房上表现出色 拜登在袭击后向以色列发送新的军事援助 BBC 拜登总统承诺在哈马斯最近的袭击事件后 向以色列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 白宫表示 美国正在努力核实美国公民在袭击中被杀和被俘的报道 以色列报告称 已有600多人死亡和100人被绑架 而巴勒斯坦官员表示 至少有313人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 美国将在未来几天向以色列发送进一步的军事援助 以确保以色列的敌人不会利用这种情况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 美国正在积极核实有关美国人死亡的报道 其他国家 包括法国、乌克兰和泰国也报告了死亡事件 哈马斯声称伊朗的援助帮助他们进行了袭击 但美国尚未看到伊朗参与的证据 联合国安理会将就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局势举行会议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为大家介绍最新的新闻 本次新闻内容涵盖了卡塔尔大奖赛的碰撞事件 拜登面临的国际危机 加州禁止种姓骑士法案被否决 印度赢得了第一场比赛 汤家在橄榄球世界杯获得胜利 以及驱魔人 信徒在票房上的优异表现 首先 让我们讨论卡塔尔大奖赛的碰撞事件 这次碰撞事件引起了剧烈的争议 而两位车手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不过 我们也看到了在事故发生后 两位车手都能够以成熟和友好的态度处理这个问题 这表明他们拥有一个良好的竞争关系 并且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拜登面临的国际危机 拜登承诺对以色列提供支持 并在乌克兰持续战争中提供更多的武器援助 然而 他也面临着国内政治的挑战 需要努力争取国会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政府正积极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并为国家的利益而努力 我们还看到了加州禁止种姓歧视法案的被否决 这个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并且在政治上也引发了争论 不同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这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不管怎样 我们应该尊重所有人的观点 并寻找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 此外 印度在比赛中获得了胜利 汤家在橄榄球世界杯中获得了胜利 这些都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这些胜利不仅代表着这些国家的体育实力 也代表着他们的努力和决心 我们应该对他们的成就表示祝贺 并为他们的未来比赛加油 最后 我们谈谈驱魔人 信徒在票房上的表现 这部电影在首映周末 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尽管有些人对这部电影的评价 不高 不过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这部电影已经在几天内回本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票房成绩可能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但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总结来说 我们今天介绍的新闻 涵盖了各个领域的重要事件 我们看到了车手之间的碰撞和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 拜登面临的国际压力和国内挑战 加州禁止种姓歧视法案的争议 以及体育界的精彩比赛和电影界的票房表现 这些新闻事件反映了我们当前的社会状况和挑战 我们应该关注并思考这些问题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并探索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六度世界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